两个谈恋爱的人如果不能在一起 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和矛盾 原本以为爱情可以打扮现实 只剩下爱情 但是没想到的是 大多数的时候现实会打扮爱情 而且坚守爱情的人会输得体无完肤 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是选择爱情默默放下 还是选择抱负 寻找一下抱负的快感 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结局也是出人意料 故事和所有的故事开头一样 美好浪漫 我和男朋友大三从大学开始的恋情 毕业之后 两个人一起到小城市打拼 虽然很努力 但是现实确实让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来 就差一点要跟父母伸手要钱了 更谈不上什么锦银玉石买房结婚了 就这样坚持了两年 大三决定去大城市打拼 他说如果他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就可以给我更好的生活了 虽然我很不希望 我们两个变成异地恋 但是想想我们的未来 我还是恋恋不舍的同意了 他去闯荡 而我却因为父母原因 没有和他一起去 坚持留在了我们爱情开始的地方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相思之苦 没有大三在身边的日子 孤单 无聊 还有寂寞 下班回家 空荡荡的房间只有我一个人 一遍遍的听大三给我分享的歌曲 每天最迫不及待的时光 就是等他给我视频 他很忙 我也很乖 我们的视频通常都是不断地述说着相思之苦 说着一些肉麻的甜言蜜语 每当我开始抱怨孤单的时候 他总是安慰我 安慰我说等他赚钱了 稳定了就会来接我 我们就会拥有一个甜蜜美好的未来 在他的话语中 我也一直在憧憬着我们的幸福生活 单位不知情的大姐以为我分手了 忙着给我介绍各种对象 有的很优秀 有的很有钱 但是我都拒绝了 因为我要为我爱的大三守神如意 我要等他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日子一天天的过 大三开始发生了变化 先是电话不接 即使接了也是寥寥塑雨 总是借口说他很忙 女人的直觉告诉我 大三有可能不再是我的大三 于是我赶去了他所在的城市 果不其然 大三提出了和我分手 因为他觉得太累了 他想走捷径 就和一个老板的女儿谈恋爱了 他们都快要结婚了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让我不能接受 为了大三 我放弃了多少优秀的男人 因为我信任他 能给我好日子 但是到头来 他却因为钱选择了别的女人 我不能接受 也不能理解 虽然他一直求我原谅 看着这个我深爱了五年的男人 变成了现在这样子 我心都碎了 一句话没说我就走了 后来朋友告诉我大三要结婚了 我打听到了具体的弟子 我到了大三的婚礼现场 很气派很奢华 我也明白大三选择别人的理由 因为他是公主 我是灰姑娘 但是我的内心不能原谅他 在新人禁酒环节 我报复了他 把他的录音播放了出来 婚礼现场一片恶然 全场来宾都用异样的眼神 看着大三 新娘在得知真相之后也愤然离场 当然也少不了老丈人的一巴掌 很显然 婚礼被我搞砸了 大家可能觉得我有点过分 但是有没有人想过我付出了什么 我付出了五年的青春 为了爱情两次流产 但是他却为了钱抛弃了我 大三说的那一段话太累了 原本以为自己努力付出 就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 可是残酷的事实 一次次把我推向深渊 他没有力气再拼搏了 他想要借力而为 现在认识一个老总的女儿 两人正在谈恋爱 不久还会结婚 这样他就能少奋斗十几年 二字几年 而这些也是他看重的最主要方面 而至于对方是不是自己喜欢的人 并不重要 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徘徊 我不是为了找到报复的快感 我只是解开这个男人的真实面纱